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跟国际的大事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 美国第一产大亨川普宣布要角逐白宫 他G203的开炮誓言 但是民调始终居高不下 有人说这跟柯P在选前的feel味道蛮像的 美国媒体很开心 因为现在每天都有新闻可以炒 另外包括了北韩又要试着飞弹 以及IS的筷子手圣战约翰 传出他背叛逃亡了 这会牵动什么样的局势呢 今天邀请到三位来宾来好好讨论 为您介绍包括了 政大国安中心的研究员严正生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政媒体人曾建华建华哥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桃月誓言黄敬平 永浩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美国这次两大党 民主跟共和党里面的 初选参选人数都比过往来的更多 但这一位他的媒体版面 没有人比他多 请看 选举选成这样是哪招 房地产大亨川普不满对手葛拉罕 讽刺他选举选得很没脑 竟然直接公布对手的手机电话 不过葛拉罕也不是省油的灯 除了公开呛瞎要换新手机 还自拍影片要把号码外泄的旧手机 毁尸灭击 对手建立使力也算是接球接的漂亮 只是川普随便公布别人的电话号码 侵犯他人隐私 其实已经犯了美国社会的大忌 种种脱续行为让共和党相当头痛 但是最麻烦的是川普民调超高 足足是党内第二名对手的两倍 如果川普真的出现代表共和党参选 渔翁得利的可能会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蕊 因为希拉蕊在三大关键摇摆州民调落后 民众质疑他从政以来诚信记录不佳 但是如果川普参选的话就简单了 因为这些选民更讨厌常常失控的大亨 坚持做自己的政治素人川普 虽然大破性格成功吸引大众注意 但是同一时间被他惹火的人也不在少数 支持度加加减减之后还有几票 可能是房地产大亨终究要面对的问题 有人喜欢有人厌 不过媒体确实把他每天当作是猩猩一样在捧着 因为他每天的话题都可以当作标题 尤其是美国的后可秀 这段时间经常看到这样的图片出现 现在这个猫咪叫做Tramp Cat 川普猫咪 因为有人说他的发型川普赛太特别了 跟猫的发型卷一卷看起来还蛮像的 看起来美国脱口秀 他们的尖酸刻薄绝对不输给台湾的谈话节目 因为至少我们在台湾看不到 有人经常拿秋毅委员的发型做话题来讨论 对不对 川普好几次强调 他的头发是真的不信你来摸一摸 但他所讲的话 绝对跟他的发型一样 乱但是吸睛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说要把1100万个 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通通赶出去 也说过 墨西哥的移民都是罪犯 跟妓女 也调侃过参议员马凯 说你在越战只被俘虏 不配当战争英雄 这些言论 在一个要选总统的口中来讲出来的话 真的是还蛮不可思议的 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这么脱缩的言论 让他的民调始功没有下来 反而是居高不下 问一下颜老师了 怎么看川普他的民调 经常失言 但他的民调反而是越来越高 因为川普 如果说我们讲在政治光谱 在共和党里头 他一个是很特殊的 我们现在看到有17位的候选人当中 有5位是现任州长 4位是前任州长 4位是现任参议员 那还有一位前任参议员 再加上川普 加上一位黑人的一个医生 外科医生老外科医生 还有就是过去HP的这个Fiorina 所以一共是17位 那但是很多人看起来太像了嘛 那所以他们在瓜分票源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的民调就很容易高 因为他的一些偏激言论 很可能是有些共和党的基本教育派喜欢听的 比如说没有人敢讲这个移民的议题 讲的这么露骨 很多人虽然说不赞成欧巴马的 也反对欧巴马的移民政策 但是总是还是有一些道德的层次 有些话不好 他的话喊出来让人听得会爽的 有些基本教育派的 有点像法国LePont 极右派的雷鹏 他们的那个主张 那个National Front主张 就是根本就是把移民赶出去的 那你知道法国是一个还算蛮包容的国家 所以那个 虽然他也得了蛮多的票 可是不可能会赢得选举 所以川普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他的一些对人的批评 他的这个作秀动作 或许我还是不认为他会赢得初选 只是一时大家觉得好看 那而且保证他会进入我们讲的 说共和党现在16个17个人选 那你要怎么辩论 辩论的时候就很难嘛 那所以大概他们说要先选出民调前十名的 他当然现在位居最高的一定有他 有他之后大家会继续攻击他 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是在共和党中永远的热门话题 那这个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 而且他的口袋很深 绝对不会有问题 就是募款可以募到 他自己不够的他自己再补都可以 所以这一方面对他是有优势 就是他有他一个特定比较小的观众 从慢慢接近虚拟时间的时候 他的制度可能就老师的观点会慢慢慢慢的回归到 对回归到很多的问题 就是他现在认为说 美国所有的问题都是长期是职业政客在把持 他从来没有从政过 他是一个美国最注重的企业家 那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所以用企业的精神带入美国 这是常常美国人最爱听的 过去90年代 包括在跟布希克林登选的这个Ross Perot 也是用这种企业 所以久不久美国人会听一听 但是听完以后会觉得说 他们搞不好根本没有政府经验 所以西典他讲的一些庶民语言 就是大家听得会爽的 但是约阶阶选举的时候 他的数字会慢慢的修正回来 对对 而且他跟国会什么都没有这些互动的经验 到时候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人家说的讲法就是因为他目前 他的对手因为都太中规中矩了 他的个人色彩非常的鲜明 所以有些话让很多选民是获得认同的 但是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民调的部分 问一下近平 因为你自己以前是媒体人 我们都要看一下 他在CNN的民调 是目前已跟我17位的共和党参选人吗 他川普是目前位居第一位 而且是领先第二位 捷步不息超出3 4个百分点以上的 所以这样3到48以上的领先的话 是就蛮具有一个水准的一个领先 我要问的是 共和党的选民 他们自己认为 有2成2的选民认为说 最终会是由川普来代表共和党哦 那这点的话 他们自己党内的看好度还蛮高的 重点是他现在美国的媒体 对于他来讲的话 版面是最高 是媒体人 你过去也当过媒体人 现在当政治人物 媒体就是喜欢这种话 争议的言行 刚刚其实颜老师 有标题好像 点出了川普的问题 川普他这个最令共和党高层头痛的就在于过去以来到现在他宣布要角逐共和党提名的这个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后 在这个党内初选的阶段他还是不改过去他辛辣的讲话 好比说其实刚刚这个颜教授有点到说他对于这个政治光谱的立场还有包括对新移民到美国的这个追逐美国梦的这些中南美中还有各国的这个移民 尤其是他对于占美国总人口12.5%的墨西哥裔的人口 这个是不可小叙 不要说跟亚裔的族群这个少数族裔相比 墨西哥就在美国比邻的一个国家 这么多的移民人口他竟然能够在发言的时候不改他过去的辛辣在媒体上的讲话 他仿佛忘了自己已经变成总统参选人 已经不是过去的这个媒体实境秀的这个老板这个节目主持人You are fired 你被炒鱿鱼的那种感觉他还是秉持这样的一个 他自认为很会不管是幽默辉胁也好 或是点出美国真正的问题 这样他去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州他有稍微修正一下 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确得罪了很多墨西哥人 包括他想说墨西哥人来美国他们来的很多都是最有问题的人 墨西哥人是这个罪犯送来的毒品还有这个强奸犯 这些都让这个墨西哥人听得非常的刺耳 连前一阵子我记得上个月从墨西哥监狱逃出来的这个全世界最狠的毒枭 古兹曼啊他都放话他都帮川普造势了 我觉得川普要感谢他一搭一搭他都一出狱他就说 他有点名要这个暗杀川普啊要对他不利啊 如果你再继续讲这些话没关系 这样你要为你讲过的话付出代价 所以其实川普我刚刚一开始说争议的言行就在于说 其实我蛮好奇到时候国民这个这个我们看美国的这个共和党 共和党他在这个总统的参选人的十几个候选人这样子一致排开 每一个在做这个跟川普唐纳特川普做一个这个电视辩论的时候 我蛮好奇会变成一种实境秀 就我刚刚讲的很有那个味道 你被败了然后你被开除了 而且问题是共和党他们自己定下了一个初选的规则 那始终民调这么高的时候你又不能够忽略调他 就是会变成大家会投射到以前那个实境秀节目 谁是接班人这样一个这个状况 所以川普为什么始终获得媒体的青睐 然后他跟这个节目 节目不息是属于共和党里面老一派稳扎稳打的 然后是比较老派的这种传统的 你看包括他的政治家族他的爸爸他的哥哥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个支持度始终维持在那个这个上下 但是一般在共和党里面 因为你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决定共和党的这个提名的这个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就像严老师刚刚提到的 我也不认为川普最终有可能得到这个 因为美国总统这种大选选举 共和民主两党 尤其共和党的选民跟支持 回归到理性的成分还是比较高的 游戏贵则都有啊 但他民调就那么高 好我想要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的 竞平贵党的红秀柱女士 当初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人说他真的会代表国民党 后来还是哦 所以川普也有可能哦 所以我也担心说 川普会不会变成像国民党的红秀柱一样 因为他的争议 他的一些言行 他不受控的一些说法 还有他的一个主张 然后会不会到 而且最近他又批评共和党的一个大佬 麦凯恩 麦凯恩是共和党里面算是蛮有众望的一个大佬 又是战争英雄 又是战争英雄 可是川普说他不是战争英雄 他说你在越战的时候被俘虏过 我不喜欢被俘虏的感觉和feel 我不喜欢被俘虏的人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战争英雄 不管你姑且你说你喜不喜欢麦凯恩或怎么样 你川普等于有点人身攻击 而且在共和党里面 党内你要寻求平衡跟团结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去得罪大佬 其实对你没好处 所以你刚刚用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状况来比例的话 是比较有点像说他的一些言行比较不受控 但是到了最后的游戏规则来说 现在眼下有十几个候选人 不只是川普批评麦凯恩的川普 还有其他的节目不息 还有其他的民心候选人也有其他的州长 所以我觉得川普在众多 这么多强敌环势之下 能不能脱颖而出 虽然现在民调他是居高表 但我觉得会不会那只是谈话一线的媒体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他之前在最有名的全球 都了解他在买地产的时候讲的名言 就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买对位置房价一定会涨 他现在满口张开来就是politician politician politician 要讲政治 不过他的政治还带有很多庶民语言 如果真的就现阶段的 民主党跟共和党的领先者来讲的话 现阶段了 那就是川普跟希拉蕊嘛 如果是这样的一场战争 建华兄很有看头吧 我觉得刚才永康一讲 开始就讲说他如同星星一样 我不知道你讲的星星是动物园里的星星 New Star New Star 还是这个天上的星星 但是这个所谓的争议性的语言 有他的社会背景 这个社会背景就是民主党执政的八年 过去八年当中 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 一直到现在没有完全被解决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民主党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 所以他的这个社会背景 是一般的老百姓 对于经济的衰退 有非常深切的体认的时候呢 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 从美国的政治的道德的标准来看 其实是相当出轨的 对于他的出轨有所容忍 就如同柯P在选举的时候 他的很多的言行 乱而有序 那大家听得很爽 道理一样 那现在你讲到他 出轨但是平常民众出气 对他所讲出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心里想讲 却不敢讲出来的话 当他面对的是民主党的希腊蕊的时候 希腊蕊其实是相当辛苦的 希腊蕊现在因为他过去 他在他的先生当了八年总统 他自己在过去八年可以说是 也是民主党当全派 那么川普必然要问他一个问题说 你过去的八年 你在这样的高层里面 你对于欧巴马总统有这么样深的影响 你做了什么 你所做的事情 对老百姓的生活 有没有比较好 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时候 你凭什么今天代表民主党出来跟我竞争 欧巴马杀的包袱 是 而且整个民主党或者说整个的历史背景 这八年的金融海啸就是民主党最大的窝锁 不过前段时间欧巴马率领的民主党在其中选举的时候输了 有人说这也给希腊蕊一个切割的机会你怎么看 你那是欧巴马输了 那是绝对无法切割的 因为在美国的政治人物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态里面 这个连结性上面 他们两个连结可以说讲难听也是穿同条裤子的 那他凭什么切割 他如果先切割的时候呢 在我刚才讲到美国的政治的道德的标准 对于希腊蕊 他如果真这样做的话 那对他是绝对不利的 有人说川普出来这个笑话 就把他当个实境秀来看就好了 但我们说在隔海在台湾看他们的悬战 有人说川普还不是个笑话 因为过去的选举历史 共和党里面推出来的人 还真的包括有像裴林这样的一个人士出来 他的讲话也是一样 当时在美国媒体把他当笑话 他真的就是共和党的副手人选 你怎么看老师 可是裴林是他们让他讲话了 所以讲错话 那之前我们知道老布希总统的副手奎尔 最近才来过台湾 他也不太能够讲话 可共和党知道他的弱点 所以这位副总统候选人 也愿意接受党的安排 直到共和党的基本票源的南部 在小镇做演讲 特定观众 就不会有发生这种 出席的这种状况 那裴林是不受控制 所以后来也是很大的问题 那川普当然自己 我认为他 不会赢得共和党的提名 但是因为他有可能表现还不错 他决定说我干脆独自参 独立参选了 之前那个裴洛也是一样 对 所以他也有可能会独立参选 独立参选我觉得会对 这个希拉蕊更有利了 就得也是共和党 刮分掉了 刮分到了一些票源 我补充一点 就是说他来批评墨西哥 跟这个中国的移民 或者说中国人或墨西哥人 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其实对他非常的不利 是因为捷步不息的太太 就是墨西哥人 所以如果捷步不息当选的话 会创下一个例子 就是说第一个美国的第一夫人 他本身是外国人 这是非常特别的 就看起来现在 其实欧巴马基本上 他的气势已经在这个 拨角的状况之下 然后说共和党是看好的 但是没想到 现在川普出来 如果把自己共和党的牌 给打乱的话 反而未来其实越来越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两位 包括希拉蕊跟川普 他们的募款能力又是如何 我们这张表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目前到现这段为止 捷步不息他的募款 已经募到了1.144亿 那希拉蕊人是0.693 当然如果说共和党内里面 募款能力 或许川普没有捷步不息 来得强迫 他自己就是够有钱的 这两位人是已经基本上 分掉了其他党内参选人 就是民主跟共和党里面的 49%左右的募款的金额 我想请教夏颜言老师 募款的能力 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 一个指标性意义 过去我们知道 因为共和党跟企业的关系 是不错的 所以长期以来 共和党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在经费上面 竞选经费上是 遥遥领先民主党 你说的企业包括军火商 对各样的了 但是欧巴马在2008年那一次选举 用小额的方式在网路上面 他用新的媒体去募款 成功的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 所以民主党最近这一阵子的 募款能力的表现也不差 特别是我们知道希拉蕊 他其实也跟企业界关系很好 所以企业界也晓得要压宝 不是说认为只压共和党 所以他也同样有募款的能力 当然Jet Bush是因为 他代表的刚才竞平讲了 是共和党的老派 我认为就叫做主流派了 因为共和党 现在还有查党的这些势力 有些像参议员 这次初来选的像Ted Cruz也好 或者Ryan Paul 他们这些都是年轻一代的 那他们有一点点偏激 所以代表主流派的Jet Bush 就比较能够吸引到过去 像比如说支持Romney 这种主流派的这些团体 我们叫做PAC 就是叫做政治行动委员会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他们捐钱就会捐到Jet Bush 募款能力可以等同于他的人气吗 当然可以 因为每个人都是要 绝对可以展现出他的人脉 对 但这个人脉可以展现出 他是人气反映在选票上面 对 而且他一开头拿到这么多的时候 就会排挤到其他的候选人 那那些募款能力不够的 很快就会被淘汰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候选人就觉得说 我实在没办法去 花这么多的时间只是在募款 我想跟选民来谈我的想法 但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去募款 那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Jet Bush跟Donald Trump 这种比较有财力的 他们如果在第一轮拿赢了 他们后续还可以继续拿到 那如果说他们没有 他们还有一点这个持续力 但是呢 其他的候选人 如果在阿亚瓦也好 或在New Hampshire 这第一二轮 没有忽然突出的表现 你后面就没有什么机会 你就白白了 因为大部分的选民 或者这个支持者 也是需要你有未来性 如果你连未来性没有 我就是喜欢你的言论 我就来支持你 大概也没有 有一些始终的 可是我想过一阵子 他这个自己拿钱的人 都觉得说 我不想拿他们的钱了 因为我也不可能 再选得下去了 这一点也其实没什么意义 就近平对于这里 应该是蛮 这个应该非常 有深切的敏感跟感受度了 钱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过就募款的 美国候选人能力来讲的话 他能够真的反映在 选举的投票行为上面吗 你自己走过选举 你怎么看 其实当然募款很重要 是支撑一个候选人 能不能把你这个选举 进行下去的一个顺利的关键 但是美国总统选举 他这个又比较特别 包括也在于这个 之前2008年到2010年 他们也修改了 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 这个小额募款 还有包括这个 大家企业募款的 一个上限的规定 从以前大家所知道的 包括2500块 个人对这个 候选人2500块美金 然后团体5000块美金 是30800块等等 这样一个上限 都取消了之后呢 后来导致这几年 这个募款的 这个记录一直往上推 你刚讲到募款的金额 跟他的选票的这个 是正向的还是怎么负向的相关 其实我记得当时2008年 09年那一次看到这个 欧巴马他在跟那个 对手选举以及到后来 第二任连任的时候 他的募款数字都不如 不如对手来的这个亮眼 尤其是跟罗姆尼那一次 罗姆尼多了 欧巴马还蛮多了 就像刚刚其实林老师提到了 共和党本来就比较偏重于 在这个企业界的这个资金 就正如同好莱坞演艺圈 他的这个明星光环 压宝都会压在民主党 一样的道理 所以当出现这样一个 壁垒分明的局面的时候 或许其实以希拉蕊来讲 希拉蕊他在民主党里面 他因为跟柯林顿两夫妻 算是能够吸金能力超强的 可是从你这样账面上的 这个触碰给人家看到的数字 他还是落后了 节目不息有一段这个差距 就表示说其实企业界的 大额的这个募款捐款 还有包括给这个 超级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时候 也都倾向 移注在共和党的候选人身上 但是真的选票的分布呢 我不认为说一定到时候 就跟着钞票走 好像全部都灌到这个共和党上 没有绝对啦 不过问题我其实突然 脑海中复现一个画面 如果真的到时候 在美国两党辩论的时候 真的是有川普vs希拉蕊的话 或者是川普vs其他候选人 那川普如果又感觉很像 是个谈话秀的主持人的话 你觉得他会问希拉蕊怎么样的话题 我觉得 你最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第一个收视率爆点之外 第二个 我觉得他会问希拉蕊 你电邮门的这个 email都交完了没 哈哈哈 指导希拉蕊的痛处 希拉蕊的email 还有多少 透过个人这个 那个邮件系统 而且没有交给国务院 和美国那个官方调查 就在今天又出现 希拉蕊相关的 一个消灵位破供 因为他这段走 清明路线嘛 对不对 都自己开车 跑那么多周 但今天传出他在美国第五届大道 去剪个头发 花了台币一万九千多块钱 而且当时还封管 那附近的店都封了 专门带着保镖进去剪头发 川普绝对会挑这种问题来问吧 对 而不是什么国际大事来问吧 川普因为他是属于那种 我们刚刚讲的 政治不正确的人 所以他常常讲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预测 他下一步会怎么说 希拉蕊跟柯林顿 其实在柯林顿卸任之后 短暂有一段时间 就是两夫妻他们没有 特别多的这个收入 和很多的这个资金来源 还宣称一度负债 可是随着柯林顿卸任之后 希拉蕊在接国务卿之前 这一段时间 他们靠着演讲出书 捞了一大笔钱 一场三百万台币 然后成立了一个柯林顿基金会 据说有20亿美金 所以后来 他的这个财富与日俱增 跟着刚刚你讲的那个川普 川普 唐纳德川普他也是不缺钱的人 所以他对于募款来说 I don't care 然后而且他在这方面的这个资金项目 他就可以去指指这个希拉蕊的要害 希拉蕊跟柯林顿夫妇 跟企业界的关系 还有包括 刚刚你讲希拉蕊 他去捡个高档的这个礼法 可能都会成为检视的教育 因为川普一路走来始终争议 大家去检视他的这个言行的时候 他过去怎么样的 那个这个 在这个纽约上流社会的奢华 他已经无所谓 房地产在美国就这样 因为选民对他的期待值没那么高 就是这样 但希拉蕊你只要你讲出话 就会被批底 因为美国现在有点像刚刚这个 建华哥提到的柯P那个例子 美国现在的选民 我感觉看有些美国 他们有时候看CNN在报道 后来美国的这个新闻的时候 检视到感觉他们的选民 我们有点慢慢 有点讨厌说政治人物的虚伪 然后这个这个矫情的这个 就像台湾这样的一个氛围 还满满 渐渐迎合像那种 这个川普那种 讲话直白 虽然政治不正确 但是那种就是不经过大脑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争议的这个 这个feu 所以慢慢的我觉得希拉蕊 如果他如果想要 他享受这样的一个 检高档的礼法 跟克林顿过去以来 他们的一个一言行 就备受瞩目 那就回复做他自己 如果还是想要说 又很小心 又怕被人家知道 那很容易就会 不只是这个川普 或者是节目不息 都会把这个成为 对手攻击的目标 反正这个场秀 不应该说秀 这个选举 自从川普的加入之后 我相信在美国或全球来讲 关注程度都比过往来的更高 因为有话题有焦点 不过最后请教大家 建华哥这场选举怎么看 他的主轴会是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1992年的时候 劳布希打赢了波斯湾战争 民调80 但输给了克林顿 因为当时景气不好 有人说美国的选举 就是这一次 就是如果是外交的话 下一回可能就是 国内的经济内政 再来就是外交 越来越经济内政 就是美国 他的景气的循环 这个中买的效应 接下来一路会是 从1980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美国的总统的选举 一向是内政为主 而且不要忘了 就是经济笨蛋 一切都是经济 可是小布希那一次 因为反恐他连任 对 所以我们今天这是最新的一个 美国的经济的一个表现 它的GDP到第二季为止 它是2.3% 那第一季多少 0.6% 出口的话第一季是负的6 那第二季5.3% 进口7.1% 那这一季反而变了一半 这个其实影响不大 最重要的是消费者的支出 从2.1% 一直增加到2.9% 就代表说 愿意花钱了 美国一般的老百姓 他的消费行为是在增加 他愿意花钱 不是说代表他有钱 而是他觉得前景是看好的 所以才敢花 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会如同过去的两次选举 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不会有什么外交 因为美国人是非常 好像严老师应该非常清楚 美国人是非常不国际化的一种人 你知道吗 大概最国际化两个城市 一个是纽约 一个是旧金山 出此之外没有了 所以他们关心的焦点 一向是在国内的政治 尤其是经济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他也绝对不会例外 共和党现在能够 唯一能够打的 你要看最近F1一直放出来的消息 比如说我要升息要升息要升息 因为我觉得经济比较好比较好 比较好你听到了没有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川普他怎么样来对打 希拉蕊或其他的民主党的 候选的经济派 我觉得这是他真正的问题 而不是他的争议性的言论 因为他在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说 他在公开的这个一个谈话会 他对一般老板也这样说 I'm rich as you know very rich 他不会成立任何的 政治行动委员会来去来募款 他已经公开宣布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这些 你募了多少钱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花了再多的钱 都是因为全美国人都知道 I'm rich very rich as you know 所以看共和党跟民主党 其实各自有擅长跟拿手的地方 欧巴马现在不断要重返亚洲 在很多地方做布局 当然外交部分始终是民主党 比较拿手的部分 有人说欧巴马 是不是在卸任之前 完成一些他的历史定位呢 并且包括很多的动作 我们回来继续聊 从美国的大选 我们慢慢延伸 聊到跟台湾比较切身相关的 因为我们知道欧巴马 在他卸任之前 非常积极营营的 就是希望能够重返亚洲 不管是在军事或者经济 都在积极的部署跟布局 我们就来看 环太平洋的国家的贸易部长 28号在夏威夷举办了一场 跨太平洋的伙伴协定 也就是TPP这个会议的展开谈判 TPP也是台湾积极想要加入的组织 大家应该不陌生 我们来稍微为大家做个复习一下 这发起是在2005年 创始国包括了新加坡 智利 文莱以及纽西兰 会员国目前是有12个国家 他们的GDP占全球大概40% 特色是什么 包括多数产品要降到零关税 涵盖的范围很广泛 包括了政府的采购 知识产权以及劳工等等 动向目前专注在完成内部的谈判 说明他们也不急着 要去接受新的会员 欧巴马说希望在这个周末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播出的这个时间 就希望能够谈判有些结果 要不然如果这次会议没有结果的话 后续的谈判就会有点后续乏力 我想先请教一下老师 为什么欧巴马马上就要 卸任离会总统 对于像这样的组织谈判 会有这么的急迫 为什么会那么急呢 欧巴马其实在 我们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所谓的博押 就是他上次其中选选输了以后 大家认为他已经博押 但是没有想到 他在外交在这些谈判上面 有很多新的进展 包括伊朗的核谈判 包括跟古巴恢复邦交 包括这个TPP 他能够说服最后 当然共和党是赞成自由贸易的 所以说服了这个共和党 所掌控的国会 通过了TPA 就是一个等于是授权的 贸易授权的促进法的授权 让他能够在谈判的时候 谈完之后 你知道美国的国会是最麻烦的 通常你外面 前面的外交官谈完回来以后 他们说对不起 这条我们要修订 我们有保留有什么修正 人家就说那我跟你美国谈有什么意义 回去都没办法 现在的状况就是通过了这个TPP之后 美国的国会就说你谈什么东西回来 我们不做任何修正 就要按照你谈完的版本 一次投票 过就过 不过就不过 包裹是 包裹了 那就不需要有这个烦恼 所以这个是欧巴马现在就是急于在他下台之前 留下来的我们说政治遗产也好或什么 就是他有一些legacy 包括他过去我们看到他的欧际健保 那也被最高法院判定说是合法了 没有问题了 包括他支持的同期年婚姻 最高法院也说是合法了 所以他最近看起来 我们不能不要讲说回光返照 就是 还蛮顺的 还蛮顺的 所以有一些 那我认为他就也希望 就是现在美国人当然担心的是大陆的崛起 所以认为说今天这个如果没有TPP 大部分的亚太国家的经济都被大陆给吸引 那你怎么来牵制中国 或者说围堵中国 至少你要在这个经济上面 让他们有另外一个选择 可是你又知道美国的国内民主党 欧巴马自己的政党是保护劳工的 是保护这些所谓的智慧财产权等等 很麻烦 所以他们不愿意随便跟外面签自由贸易协定 认为说别人都是在 我们讲说cheating 都是在做手脚 譬如说真正 你说不能有补贴 其实大家都在补贴农业 哪个国家不补贴 日本也有补贴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很反对这些 然后有些说工人有没有被剥削 他们的工时 他们的环保有没有达到标准 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要处理的 我们也想加入TPP 然后我们也 但我们也同样担心美租会进来 对不对 担心我们的市场开放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战略地位这么重要 能够扮演帮忙美国牵制中国大陆 或者说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如果能够扮演 那难道美国不应该帮点忙吗 显然美国心中认为说 现在台湾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跟不太愿意扮演 我觉得美国认为说 台湾已经站在美国这边 不需要再多给 之前交扫的太多了 已经是自己人就不需要那么急 对对对 不过刚刚老师用到一个字 欧巴马急进营的现在现任之前 或许想要留下一些legacy legacy政治遗憾 就是我们在台湾讲的历史定位 要留下一些东西给人家缅怀或纪念的嘛 这是我的一个政绩嘛 所以刚刚老师讲到举个例子 好几个例子 包括他自己国内的健保问题 包括跟伊朗的核武谈判 包括了在DPP很多贸易上面谈判 他都非常有动作 而且还蛮顺的 我问一下建华阁 同样是跛脚总统 为什么马总统好像 从上次选书之后 跟欧巴马上次选书之后 时间都差不多 但是欧巴马可以做蛮多的事情 好像马总统做不了什么事情 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因为很简单 就是一个国际的战略众生的问题 美国再弱 对这个受死的大象 受死的骆驼比马还大 他能发挥地方多了 他能够延伸的触角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马总统最主要的问题是 立法院都走不出去 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他有很多的自我设限 这自我设限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 因为事实上在中国议题上面 两岸关系的议题上面 我觉得做一个总统 他还有很多的高度 是其他人说难以左右他的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所作为 但从这个角度 我个人并不是看好说欧巴马 他的TPP在他卸任之前 甚至卸任之后的相当的时间之内能完成 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最快最快一切的协商顺利到2016年以后 那TPP他才有可能送到美国的国会来进行投票或者讨论 第二个就是说各国的观望 其实这里面在这个TPP的国家里面很多也是在一带一路里面 在一带一路里面在中国他们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是美国拿来跟中国对抗的一个战略的架构 而这个架构呢 跟我们这些国家的利益呢 其实不是完全相符合的 在20多年前 那是20年前我们在加入WTO的时候 我用很深切的感觉就是说现在TPP谈判就是WTO的PART2 现在所谈的议题那时候因为我一直跑经济部WTO的谈判 所有的农业市场的开放啦 这个智慧财产权 政府采购一切的问题在WTO那边已经全部谈过了 只是那时候没有结论 现在呢再被拿出来再来炒一次 我觉得能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那么顺利的达成协议可能是很低的 那在台湾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要急着加入 因为很清楚我们现在是陪着公子下棋 那你们这个大国的对决下棋下营了 我看出来你们神一神出错再说 我就作为一个小国这也是一种办法也是一种态度 为什么不容易达成呢 我们特别把各个国家他们的会员国 现在在谈判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旗舰 做了一个整理到底有哪些意见不同 包括美国的大米亚输入到日本的量到底要多少呢 美国期望17万吨每一年 日本只希望7万 说数字差两倍以上 药厂的专利美国希望能够12年日本8年 澳洲等国家希望5年以下 著作权的期限美国希望70年 日本加拿大希望50年 撤出国有企业 当然美国日本都说最好不要国有企业 但对于越南跟马来西亚这种 比较由国家来操纵的企业来讲的话 就比较难了一些 乳制品的进口 加拿大反对啊 但有生产乳制品的美国纽西兰都希望要开放 所以本身就他们自己国家利益来讲 就是有很多的形建比较不容易达成的 但我要问了 如果近平真的都达成都签了约 对于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对于台湾的影响有多大 对于中国的影响包括现在中国正在推的 这个一带一路还有包括亚投行啊 都是一个冲击 所以美国为什么 其实从刚刚这个建华哥跟严老师提到了 为什么要对这个通过的时间那么急迫 就在于说中国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这几这样的一个大经济战略 美国现在又在诉求这个亚太这个再平衡 重返亚太这个战略 首先它的这个政治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知道亚太再平衡 亚太这个重返亚太的战略里面 不止只有政治安全这两块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三 我觉得认为用日本的这个术语来形容三本柱好了 政治安全还有一个经济 经济就是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 TPP就是这一块让美国最着急 而且这如果没有在欧巴马既定规划的时程 他们他是希望今年11月12月 今年年底以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进度 但是如果没有你想到明年 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节目讲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会变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投下一个变数 我不敢说是震撼弹了 至少如果说欧巴马没有历史留名 他不要搞砸了自己这个民主党的 坏了自己的大局 那因为这样的彼此双方都有一个面临的这个挑战 再加上美国 因为台湾现在是就像一个棋子一样 你把台湾拉进来美国宣誓等于遵守台湾关系法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刚讲的 你在两岸之间的折冲 中国大陆退一带一路跟这个亚投行的时候 美国又可以把这个台湾当作是一个制衡的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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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标的物 所以怎么说都是一个这个一石二鸟 所以但是因为目前对台湾来说 他面临的挑战不是只有美国 大概全球大范围战略利益之下的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 台湾也有很多自己的问题 国内的这个纷纷老连这个福茂协议都签不过了 你怎么去对于这个彼此 因为TPP它是一个共识诀 你跟其他的国家 他们已经都谈到细到什么 日本的农产品市场要不要开放 加拿大乳品市场跟其他的这个国家市场要不要开放 新生药物的专利如何什么什么等等 谈到那么细了 台湾在多边的这个FDA的这个架构的谈判都还没开始进行 很多都还没开始去谈了 所以我也觉得建华哥讲有道理 那既然是这样的 我们台湾也碰到大选了 你急什么 因为台湾的大选比美国更接近不到半年 美国还有一年的时间一年多 那既然美国老大哥是表现出来 因为他随时会把台湾当作一张牌跟筹码 对于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崛起的 不管是战略安全 跟我刚刚强调的经济的这个国际监控 抢到了这个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权 这个话语权来说 如果美国都没那么急的话 台湾其实可以关个风向 而且蔡英文讲过 这个面对美猪的内脏进口的话 台湾猪应该加强竞争力 所以其实都是没有共识的 我觉得这种话都OK 你现在每个候选人都可以这样讲 因为确实我觉得我们急是没有用的 我们就要看 我们也不懂 台湾人每天都说美国的猪肉好难吃好心 那为什么我们怕进口它的 因为根本不会有事 就像当初怕吃美国牛 现在大家习惯了又吃美国牛 可是美国牛跟美国猪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都不一样 因为这些人平常收看的是新闻频道 跟看美视频道也是都不同的人 OK 这是两个阿泽的话题了 没错 我们就看看TPP不管怎么样急不急 但始终是不管是选举的操作来讲 电视节目的话题来讲 都是一个议题可以实际做讨论的 那我们又到了本周最大条时间 我们来看接哪些重点 来到了本周最大条 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个礼拜三个新闻 都是本来是nobody的人物 但是一夕之间爆红也真的是很有话题 到底哪些人物占了国际媒体的版面呢 哭手轻松一下 大家可以一笑置之 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一位 这是一位美国的牙医 他在星巴威打猎杀了一头狮子 现在变成了全球公敌 这美国牙医枪法准 但是眼睛不怎么准 因为没长眼 他猎杀的是当地最受到游客 所喜爱的明星狮子叫做赛希尔 这引发了全球的大法 牙医师出庭的时候特别强调 他说他不知道打猎在星巴威是违法的 而这位牙医他一定是没有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片 狮子王 看过的话怎么下得了手呢 而且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 如果没有了狮子王的主角 迪士尼怎么出狮子王的第二集呢 再来看这一位是伴娘 新娘通常会让自己成为焦点的时候 会耍点心机 伴娘找的不会比自己漂亮 而美国的这位新娘呢 他可能是心机太重失算了 因为他请到的是自己的阿嬷来当伴娘 没有想到阿嬷 他身兼长辈跟伴娘 现场的宾客他大都认识 反而是抢尽了风头 只能说新娘失算 人算不如天算了 还有这一位 谁说越狱一定要挖地道 阿根廷有两个囚犯 他拿起了肥皂抹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滑溜溜的 顺利就溜出了牢房的铁疗越狱了 以后越狱的话题 以后监狱里头的话题呢 不但只是减肥皂要小心 因为抹肥皂 狱主也要小心 不然这犯人就跟阿嬷是一样 咻一下的就溜进了抹铁 对不对 不能说是溜进了抹铁 应该是溜出了铁牢 阿根廷的媒体最近也热烈地讨论 是肥皂太滑 还是监狱的设备太烂 好 这个三位来宾 对于这三个新闻 有什么特别的一个feel吗 金明 其实我很想选三 因为对照上个月才逃越了古之曼 他还要花那么大把心力 还找他的同党来挖了一年多的地道 你看阿根廷这样子逃出 就悄悄地逃这个就逃越成功了 所以这个监狱风雨 如果要真的选了 我可能选三 但是后来我觉得 您刚提到的这个巴默 他说他不知道 他杀的是这个非洲的媒体 等一下你要选到的是三还是一 我本来是挣扎在三 后来我觉得还是选一 那你可以下来减暖 你直接选一可以吗 我们排队有限 我们就选一好了 直接选一 好 因为他怎么样 比较特别在于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是星巴威的万机国家公园的狮子王 而且这个狮子这么出名 这个巴默这个医生又常常会打猎的 打猎的这个精神 他说他不晓得在那边打猎是违法的 后来虽然缴了五万块美金 可是我觉得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伪善 伪善 所以他最后还是把人家的一个国家的宝贝 宝物给杀了 我觉得引起了这个动保团体 还有整个国际的 包括美国媒体自己都在检讨 好 建华哥呢 选第一个 因为这个亚裔斯他是有前科的 而且他是被缓刑当中 他被罚款了五千美金 而且他在追杀这个私事的过程当中 他是非常残忍的 他是个神剑手 他不是用枪打他的 是用中和弓去射他没有射死 然后追杀了他一整个晚上之后 最后用枪把他射死 同时把这个狮子王的头给砍了下来 所以到现在他们在追这个 这个狮子的头到哪去了 我觉得这整个的过程 因为已经被揭露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引起公愤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挑战了 美国人的道德尺度 所以我选第一个 而且准备要被引渡回星巴维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 老师你能够看 你需要来一个新闻 也是第一条 我认为他讲的最糟糕的状况 实际的作为是这样 在星巴维猎狮子 其实是合法 有配额的 有些地方可以的 但是他是跑到国家公园 把他引诱出来到了民间的地方 脱一块肉在卡车子的后面 把这个狮子引到狮人的地方 然后来枪杀的 所以说法可无可疑 非常可疑的 所以我觉得说 他现在面临到这个牙医诊所 被大家去围剿 然后甚至网路上面去骂 我觉得真的是 这是美国人该被罚的 该被骂的地方 所以三位说得好 伪善的美国人 好 我们下期休息片刻 回来再更多话题给大家聊一下 接下来这位就一点都不伪善 他很直接 回来说的是哪一位呢 马上回来聊 刚才聊到伪善的美国人 不过接下来的这位呢 他就一点不伪善 因为他都很直接 来看的是北韩 这张照片不是北韩 但是是南韩拍的 拍的是北韩 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他们公布的一个最新卫星照片 证实北韩他们在 东苍里这地方的发射基地台 盖了一个新的发射台 而且预估有可能在10月份 也就是在北韩的劳动节的 党庆前后 要再一次的试射长城飞弹 而且这两张照片对比一下 三个月的时间 基地就已经盖得差不多好了 你看这地方本来没有电梯 现在有电梯了 发射基地正在盖 现在已经盖得完全了 而且包括了轨道 所以有人说 北韩他们盖基地台的速度 也一点都不输给中国大陆 在南海盖礁岛的速度 都很快 那我问一下 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如果说这个时机点 前在10月份要发射的话 他的动机到底是如何呢 近平 其实选在10月份 这个10月10号是 这个北韩劳动党的建党 70周年的党庆 也是很重要 对于北韩的执政党来说 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大日子 对内当然可以又凝聚 这个民心士气 又对于这一年来 这风风雨 这个北韩在国际间的能见度 好像并不是又特别的高 那可以让这个北韩的人民 对他们这个金正恩 包括他的一个统治基础 还有军方准准移动的心理 有一点这个安定的作用 那对外呢 我怀疑后 因为大概在今年4月5月 我们节目之前上次也讨论过 北韩的这个又遭逢百年大旱 他的这个粮荒又不断持续的 所以金正恩不断去视察 这个鲜鱼场 养鳖场 养乌龟 养龙虾 然后有时候动不动会发怒 这样子 可能担心这个粮食难以为继的问题 所以当时对于国际间 包括南韩的情报单位 跟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相关的机构 在研判的时候 北韩透过他们的这个官方媒体 KCNA 他们的这个中央通信社 还有包括他们这个 对于国际间释出的讯息说 百年大旱 粮荒又开始了 然后希望能够向国际间求援 但是他又没有一个正式的动作 包括往年他会往北京跑 然后往年会向这个联合国 正式这个要求等等之类 那 今年却没有 只是把北韩 遭逢大旱 饥荒 多少人可能的这个灾情 透过国际媒体 释放出来这个讯息 它包括他们北韩这个喉舌 当时这个联合国就 国际间的观察家就研判说 北韩是不是要拿这个当苦肉计 说他们现在是很糟的情况 那希望能够获得联合国更多的这个资源 但是你知道在美国主导下 这个北韩的这个 朝和协议一直没有往前进的进展的 这种局面之下 美国对这个方面是蛮坚持的 那联合国也不会多索说 做一个让步 马上提供北韩更多的粮食援助 那北韩希望做一个苦肉计不成 那接下来就是 自然就是把拳楼秀出来了 那你如果不让 更多的这个原池或者是 金元帮助的话 那我是不是又开始 所以北韩重复不断 你看这几年以来 恶性循环这样一个动作 对国际间说 我需要你粮食或金钱援助帮助 那对于这个国际的舞台上 舞台上又开始要利用一些庆典 像这个十月的劳动党典庆 然后开始四射飞弹 我觉得往往会有时候 因为过去两年上前年去 还有大前年都有一些额外的这个效果 获得这个粮食 但是今年能不能如法炮制成功 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又藏到甜头了 金平我用更白话一点来讲 给我点东西吧 不过来 我的肌肉 一只手跟你要 不过来我就给你看我的肌肉 对不对 其实你刚刚讲的 刚好选择十月份这十一点 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庆 一 发射飞弹的话可以振奋人心 二 国际上失去舞台 现在发射飞弹 也展现一下他们自己的实力 所以是十几点大概十月份 这南韩做了一个研判 不过我们看到 其实金正恩他所作所为 跟过去他爷爷跟爸爸 是不太一样的 包括他的父亲金正日 在过去试射的时候 都不会有任何的消息传出去 直接就突袭式的发射了 但金正恩他都是 每次在试射之前 就先跟国际之间 宣布消息 宣布消息 然后南韩还预测在哪一天 预测好几天 有先发也没发 等好久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间要发射 你看2012年4月份那一次 试射失败 但我要问的是 建皇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他儿子金正恩 跟他爸爸思维上面 对于像发射飞弹那种事情 是不一样的 还是说在 有人说他们的战略 基本上是不同的 你怎么看 以我们小时候穷的时候 我们在出门的时候 有个笑话 就是说家里掉两块猪肉 然后嘴巴抹抹的猪肉 走出去跟人家 你看我刚才吃了猪肉 我家还 要是告诉你是什么 我家还蛮有钱 也许跟他留学的经历有关 他到瑞士去留学 然后知道说怎么样宣传有关系 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次举动 又是再一次的对内团结 对外示威的一种方式 那也凸显了 他的国内的问题的严重 那么最近有一个消息 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 就是今年的前半年 从中国东北出口 也对北韩来讲是进口 到北韩境内的非常多的物资 包括人吃的跟汽车吃的 大量的下降 那么这件事情 我觉得才是对北韩来讲 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的观察 就是他这次会 有这样的再一次的一个 一个示威的一个活动 其实只是对应 北京的一个起身炮 对北京政府来讲 其实是真的非常担心 这个不可控的北韩 有怎么样的状况 那当然现在的北京的领导人 习近平不像以前那么样的 来容忍这个小老弟 所以其实两国的关系 是降温的非常的厉害 而实际上 让透过从东北的这个边区 进口到北韩境内的物资的降低 是不是代表说 对于北韩的政府的一种施压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我觉得这才是跟他最近的动作 有很直接的关系 建华刚刚特别讲到的是 不可控的北韩 其实北韩更担心的是 跟他们更担心的应该是 不可控的飞弹 因为从过往的经验 北韩式飞弹 让人家比较担心的是 你射就算了 但是你自己控制不了 你的飞弹射得不准 落在什么地方大家不知道 现在其实国际间 常常把这当作笑柄 或者是笑话来看待 金正恩大家也知道 国际间怎么样去看待 他们的适程飞弹 可能准备看笑话 但对于这一点 其实他们自己在南韩的部分 也有阴谋论 金正恩自己知道 这也非常不怎么样 但是去发射是有目的的 因为可以借此来整顿 军事内部的编制 有这种可能性吗 当然就说金正恩 是很不信任他父亲这一代的 这些老的军头也好 或者说是过去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就要把他们清干净 因为他自己从国外留学回来 其实他跟这种宫廷政治的互动 他是不喜欢的 所以要把他们清干净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但我更看到的是 他今天亲眼见到伊朗 这样子做了一个威胁之后 然后现在达成了核武协议 然后也解除了伊朗的这个 算是逐年会解除这样子 对他们的这个制裁 那伊朗能够达成协议 毕竟还是因为他准备要发展核武 那今天金正恩如果有 他为什么不能用这个东西 来跟国际社会讨价还价 要更多东西 当一个筹码 对当做一个筹码 今天伊朗要到了一些 对伊朗你看老百姓多兴奋 觉得说经济未来看好 那今天北韩当然 这个金正恩不可能不知道 现在这个状况 觉得可以利用 大家想要取得一个和解的时候 他今天可以要更多的东西 刚好严教授提到伊朗这个角色 我们就特别来说一下 因为在美国有个专家 他就特别写一篇文章 自从伊朗跟美国 达成了核子协议之后 现在全世界能够发射核弹 而且随时可能会发动 有疯狂举动的 就包括只剩下俄罗斯跟北韩 只剩这两个国家 而相对来讲 北韩的政权的稳固性 又比俄国来的更不稳一些 北韩最我们讲说 最一致的一个外交的手段 就是我永远不一致 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他常常说 他好像又要和解了 好像又开放了 一下又收了 所以这个政策的多变 这个是他的筹码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 他的多变 有人说多变是他一致性 周末不定 但叫做周末不定 有人认为是金正恩 根本自己脑袋不是很清楚 这个问一下近平 因为你在军事方面 有一些特别的研究 最近韩国的媒体 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 金正恩就像你讲 他经常到一些地方去视察 视察之后就突发奇想 他有什么idea 就立刻跳出来 要求军方立刻去做 包括像飞弹的部署 他说在无人岛上面架设火箭炮 但他说的地点 很容易被南韩 在南韩的飞弹射程中 很容易锁定的 另外就是比较靠近 南韩的空军基地附近 他说要部署一些 我们自己北韩的直升机 去做一些监测 但直升机应该是很容易被韩国的战斗机给锁定的 因为刚刚就在韩国的空军基地周边 所以这让北韩的军方其实很不满 你都是外航领导内航 这是真的金正恩他谋略不足 还是他说 还是真的是因为让你难以做么 特别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先讲在北韩 我们怎么可以说大同理谋略不足呢 这个三岁就可以开车 七岁就可以骑马 八岁就可以开飞机 九岁就可以赛艇 金正恩是经过金日成跟金正日这个高度培养出来的军事领导领袖人才 如果在北韩的说法的话 天才 我们两个会被处决 不知道是枪决还是炮决还是权决 但是金正恩 你刚刚那个言论可以回在北韩活很久 这个在北韩的时候 金正恩他们一直认为说他是军事领导 因为北韩是一个先军政治的国家 他认为军事领导很多的这个外电一开始的这个传言说 过去这个天安舰的这个炮击事件跟这个盐平岛的这个炮击都是金正恩所主导的 我一直很存疑啦 存疑的是说金正恩有那么聪明吗 还是金正恩是属于冲动派的 包括这个天安舰派这个危险的潜艇去这个狙击南韩的这个天安舰 然后包括派这个在盐平岛的当面 由这个地对地的这个大炮去轰这个盐平岛 所以当时很多一个可能为了培养金正恩接班 要树立他一些军功军威 然后所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去传闻说这个金正恩是在军事方面 他有他的想法跟见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金正恩就会属于我刚刚讲后面讲的冲动派的领导人 而且刚刚讲的一些军事部署 所以引起北韩的这个军 因为北韩这几年来了 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他的一个几个主要的浮官的军头 到后来他这个几个包括他的一个情报的这个降临 崔龙海这些都被金正恩一个一个给拔除 所以当金正恩大军权在握的时候 他把直升机放在南韩的这个空军基地的这个 他的范围那附近 如果在空机直升机是属于悬翼机 一起飞的话 马上就速度上就被这个定翼机就战斗机给比下去了 而且他火力绝对不如他 然后再来就是他把这个火箭设在这个飞弹的射程范围内 你不但曝露了你的这个北韩的几个这个无人岛 而且你也曝露了你几个主要的军事要塞 更稍早一两 你看刚接班的前年去年的时候 也曾经在南韩情报当中有传闻说本来在这个38度线 北韩南韩的这个分界线的时候 有大批的这个北韩当时在韩战所埋下了很多的地雷 然后呢他们是先从地雷第一线 第二线再有他们的这个坦克 金正恩一想天看是想把坦克放在地雷之前 那大家都觉得这个很不能接受 因为你等于阻绝了自己撤退的后路 万一前面的坦克部队遭到这个南韩或者是驻韩美军的这个 整个狙击或是正面攻击的话 你真的坦克后面全部都是地雷的话你退无可退 所以如果在这边讨论 幸好这里不是平壤 所以我可以大声的觉得说 金正恩的这些部署都让往年这个在提供他以前的 可能他留学出国的早 回来只有接班的快 在这个军事养成 他没有跟北韩的这个人民军 他们所有的这个将领 从像他爸爸和爷爷以前一样 一直这样子从军中继承这样子 一直起来 然后跟他们互动比较久 也许他在这个思维和那个模拟上 他会放下 据说金正恩也很喜欢玩这个线上游戏 玩那个电动游戏 他会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电脑的game 或者是游乐器啊这么简单 然后认为说这样一个部署的去调整 而没有经过 所以难怪会传出说 他跟北韩高层最近的一些将领之间的一些局域 也难怪之前我们 我记得一个月前我们节目也讨论过说 北韩的一些高层 情报跟军方有一些十多人叛逃 然后北韩当然官方驳斥这个谣言说 是南韩放出来的鬼话无说八道 但是我觉得更加证实说 北韩现在军方内部是不是也在怀疑 军政恩的某些的这个决断 是不是符合他们真的国家领导人的一个 这个应该有的条件 他的决断我们的结论就是 如果是南韩媒体报导 就代表说造劲跟谋略不足 如果是北韩媒体报导的话 领导独树一个领导友方 好就看如何做一个解读了 不过等一下回来聊的是 他还有一个举动让人家有点磨不着头绪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们回来去聊 在北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当地旅游的话 会发现其实金氏家族 他们的铜像街头随处可见 不过最近从2012年开始 出现了一些有系统性的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一位是北韩永远的主席金日成 旁边是永远的总书记金正日 在过往的时候 都是各自分开独立方 那最近从2012年开始 北韩是有系统的 把这金正恩 就特别把爷爷的铜像旁边 把爸爸也加上去了 就变成爷爷爸爸是站在一块 这个举动让他觉得说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不知道现场的来宾 有没有一些 大概知道这想法跟思路 到底怎么来的呢 严老师 我觉得当然就是 在巩固这个金家这个血统 我觉得两位都上了 那金正恩又长得有点像他爷爷 所以大家看起来 会想到金正恩也是跟着他们一样的伟大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 可能就是一个放的时候 你还会去想一想 他放了两个 那你再加上一些宣传 会让北韩的人 就是说觉得说是三 变得是把那个金氏家族 有延续传承的感觉 而且老百姓会觉得说 我们受到金家三代的照顾 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有这个味道在 不过我们其实知道北韩 我们不管从一些影片 阿里郎这些大型运动都看得出来 或他们的小朋友上节目做的表演 都知道他们的所谓的洗脑 或他们从小的教育来讲 就是要爱领袖恨美国 而且是非常的成功 包括我们后来这些 制度大会去查了一下 他们幼稚园上课的时候 就有一个课本 里面讲的是蝴蝶与小公鸡 讲的就是代表 美国六十棒毒的公鸡 然后在智力上是输给 代表北韩的真正的小蝴蝶 像这种故事不是美举 那他们可以如此的成功的洗脑 到底关键的key point在哪边 您所讲的那种所谓的洗脑 所以为什么反克刚 在北韩你倒不会有 就反克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 可以提供应有之意是很合理的 不过现在他们也开放一些游客进去 难道不担心教会 跟他们之前的洗脑教育 会有些冲突吗 他一定是做了相当的区隔 而且我们到北韩去 只要去过北韩就晓得 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被规定 而且受到限制的 虽然有些西方的观光客 他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偷偷的录影 微星的录影机 那些我认为他所能看到的 非典型的北韩的观光的内容 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响并不大 影响不大 不过有些东西是超乎 人质长情的一个判断 我想请教靖平 因为包括了 他们看卡通也可以洗脑 因为卡通里面的原子比 可以变成大炮 然后原子比可以打开 美国的航空母舰 甚至有位法国的摄影师 去北韩观光旅游的时候 他们去旅游一定会有 当地人要从头到尾陪着 对不对 陪她的是一个女大学生 她告诉法国摄影师说 汉堡是金正日发明的 可以吸引老大这么彻底 这是他们的一个造神 那传统以来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讲的这个 你看最近北韩的这个 五千块的新钞 这个新钞已经没有金日成的肖像了 以前这个从有钞票流通以来 他们就一直有金日成的肖像 这五千块的北韩的这个钞票 可是现在改成这个 国际友谊展览馆 跟这个万景台故屈 刚刚讲的金正恩在 登基接掌政权 他早就想这样做了 所以你刚刚把说 他爷爷跟爸爸的肖像放在一起 有一种是稳固他自己的政权 以后就是以他为尊的领导 并不是在于他副主的必应之下 所以其实很多的措施他开始取消 比如说以前金正恩他 他几乎他会带着这个 一个徽章圆圆的 上面会有金日成跟金正日的这个 这个那个肖像头像在上面 那个被昵称为北韩的皮肤 你每一个人都要带 你不带会被 会被罚的甚至要坐牢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金正恩最近几次出席公开的活动 连领导人都不带了 领导人不带什么含义 以后所有人民都可以开始不带 不只是钞票开始做这个文章 甚至他们在进教师上课的时候 跟我们以前早期台湾状况一样 前面有国父后面有蒋中正 他们也是一样 前面有这个金日成后面有这个金正日 你进去的时候 他们进去教师上课前 要把鞋子脱在 放在门口 然后穿着袜子 或是打着脚 放着脚子进去 那进去的时候 拿鞋子放在鞋柜的时候 你要捏手捏脚的 跑到前面先跟金日成 谢谢金日成主席 永远的主席 再跑到后面 谢谢金正日这样子 要鞠躬90度 可是现在这些礼节都 慢慢也都取消了 这就是开始金正日要塑造他个人这个运动 你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 包括脱北者 他们很多在这个 他们所住的 包括这是一本书 我们最幸福 他里面就讲到 像您刚提到的说 北韩从小的教育很重要 不管是仇美反日 或者是这个北韩最强 他里面这样 包括他里面有一个 初阶 就是第一年级 一二年级 国小读的书 他每年读的诗歌里面 我们到哪里 我们到森林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翻过这座山林 我们要去做什么 我们要去杀日本兵 就是有那种血腥的事 你会很难 很难理解 包括音乐 音乐课上课 上课要教你唱歌 唱歌上 他里面上面的 那个歌词 和他的歌名 竟然是射死美国砸碎 我们的敌人是美国砸碎 我们想 他们想占据我们的美丽祖国 用我亲手制造的枪 我要射死他们 蹦蹦蹦 而且他们的军训课 你知道吗 南韩有很多的 这个当然 南韩可能是会对北韩 采取比较丑化的这种 这种形容或报道 但是不可否认 包括综合国际的间 对北韩尤其 根据多北哲的口述 他们在上军训教育课的时候 从五六岁 逐岁开始 开始是那个学龄的小孩子 全部都要拿着那个木枪 然后他在训练他刺枪术 刺枪术是我们台湾 在当兵的男子才会 还有军训课才会接触到 他们从五六岁开始 一直到国中都要训练 尤其这个刺枪术的目标 他要做假的一个 这个美国大兵上面的鼻子 就尖尖的像 只差没有拿一根吊杆一样 然后戴个帽子 你就要去刺枪 所以还要不断的训练说 北韩是最强的 所以在北韩的这个样板文化 和教育出来的这些学生 大家会很担心 难怪会跟这个国际社会 产生很大的脱节 他们的做法 其实在台湾 如果是35岁40岁以上 还可以稍微 有一点点的连结 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 写作文的时候 只要写到最后 就是要解救 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 这才会有分数 那种感觉是有点点像 只不过是在现今的社会当中 网路可以如此发达 而且外面的资讯 如此迅速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可以做到 如此的control 那就让人觉得比较压抑了 当然在北韩造神 是最重要的一个运动 那现在这个造神的工作 是在北韩当中 有一个专门负责的部门 而这部门就叫做宣传部 部长一职 最近金正恩就请他的妹妹 金与正来担任这个部长的职务 请教一下袁老师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说他周边没人 还是说他现在能够信的 只剩下自己的妹妹 我觉得可能是 亲人能够造出来的神 是最像神的吧 是 道理 对不对 因为史达林过去搞个个人崇拜 我们叫做 这个personality cult 那除了史达林之后 其实毛泽东也搞过 那大部分共产国家 包括在迪托也好 在南斯拉夫 在罗马尼亚的Ciaochevsky 他们都弄这个 所以北韩我觉得 还深知到这个很重要性 特别是在一个 刚才建华讲的封建性 封闭性的社会里头 你一定要造神 造神才能够让老百姓 比较能够 不会去想太多 觉得说我只要听到是 这个伟大的领导 只要听领导的就好了 对就好了 所以说自己家人造的 最像自己的神就对了 回来我们继续聊一个 也是一开始要企图 用造神的方式 编织美梦的方式 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加入 不过现在 这美梦好像破了 回来聊IS 来看IS 这个一开始编织了很多的梦 要建国 而且呢 让很多全球各地的基因 要加入他们 不过现在是不是梦醒时分 大家看错了呢 看一下 这是IS在发布展手影片当中 筷子手圣战约翰 这是他过去的照片 他在执行的时候呢 都一副非常狠的模样 不过现在传出他叛逃 落跑去了 跑到其他地方 目前下落不明 包括了IS 跟各国的情报组织 都在找他 让大家不禁好奇的是 过去非常loyal 非常忠诚的筷子手 为什么现在会下落不明了 建华兄弟你怎么看 所有像这样的一个西方人 在IS这样的组织里面 他绝对不是主流 因为他不是中东裔的 中东籍的穆斯林 他不在这文化主流里面 他很难真正的进入核心 即便他当筷子手 如此的效忠 但都打不到主流圈 就他当筷子手的 一个后面的一个心理背景 大家要了解 当你不能够成为主流的时候 你要比主流的人更加的激进 大家思考一下 台湾有没有类似的现象 你一定要比这个主流的人更加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 你是外来的 你要进入这个主流 你要更加激进 你才能当主流 你要更狠才会有更狠 可是真正的主流 会不会担心 你也是西方的反戒呢 所以我认为 他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主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是被排挤 还是说因为他看清了 这个现实的状况 所以逃跑 不论是哪一个 都代表说 其实真正IS里面的 就是一小撮的那些 掌权人 非常激进的 非常激进的穆斯林的人 我们来看 其实刚刚建华分析不无道理 因为这些人传说 IS他们是有种族歧视的 在北非一些恐怖组织 要加入他们 他们还不要 所以既然会有种族形势 对于外来的一些 像这样白人 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年轻人 他是否一开始 当筷子手OK 但后来打不进圈子里面 就灰心了 离开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IS 其实他们怎么样 对付自己人 有人说梦醒时分的时候 就是该分手的时刻了 只是IS有个女法官 她在再婚的时候 去跟IS的首脑 去要婚礼的贺礼 要什么贺礼 她要的是人头当贺礼 怎么说 她这是一个 这个女孩子 她是后来离开了 IS的组织 因为她是帮另外一个女法官 做事情的 但这要再婚的女法官 就把她的同侪 另外一个女法官 当作是敌人 职场上面的敌人 我们来看她怎么说 她说她愿意再婚 但要求杀死另外一个女法官 而这样的要求 获得IS的首领的允许 结果这个女法官 就被害死了 那被害的那个人 她的助理就因此很害怕 然后老板被杀了 就立刻逃开了 揭穿了一张事实 所以我来问一下 就屏幕来看好了 现在是不是有 越来越多的人 认清IS的本质就是如此 所以之前在网络上 号召各地年轻人去加入 但现在慢慢看清楚 他们非常封闭 你打不进去他们的 所以选择离开人越来越多 但是其实就像刚刚我们上一节 讲的北韩 IS对他自己 伊斯兰国内部的这个 资讯封闭啊 也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对外呢 就很多色素卫生 包括西方各国 欧美洲 欧美洲 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对IS 还不够了解 说IS反而是 就用这种宣传 作为吸引他们 来加入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管道 刚刚其实讲说 为什么慢慢有很多人 抛弃过去在IS 向往他的生活 甚至去投效他 包括这个约翰 约翰其实他是 生在科威特的 这个英国籍的人 他并不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 那后来因为他声名大噪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 这个IS在做宣传影片 他几乎都是前面几部 粘手的这个样板的要教 包括拿着这个匕首 说什么我又回来了 怎么样 就是抄着很浓厚的 英国南部人的这种口音 让这个很多 欧美国家的这个情报单位 视他为头号的这个要饭 然后包括他甚至还把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新闻记者 这个还有包括英国人到工作者 甚至最著名的日本记者 汤川姚菜跟后腾建议 都死在这个IS 这个圣战约翰的这个刀下 所以后来也有 刚刚其实有讲到说 很多人就想说有传闻 约翰是担心自己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也担心遭到下一个被斩首割 这个把他手机割掉的 这个包袱对象 所以逃入了这个叙利亚 可是不要忘记叙利亚 其实还是在IS 掌控的一个大范围地区当中 如果IS真的要抓他的话也是一如反掌 所以也有一个讯息说 搞不好他被IS做掉了 因为当美国跟这个英国西方国家 甚至想要除之而后快 尤其是IS主要目标人物的时候 他们几乎是锁定 几个目标人物的区域 就狂轰滥炸 因为他目前是采取空袭嘛 所以也包括传出说 只要这个圣战约翰他呆在五星级的基地里面 是哪一个区域也是成为轰炸的目标 IS怎么会想说不利用完就推开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手法 才让很多的西方世界的年轻人觉得说 那加入IS以前说有多少钱 然后有多少可以挑选 可是发现空间不是这样 就像这个女法官再婚一样的案例 所以慢慢的IS 很多真实的泡影就出现了 才会让很多各国慢慢加入的傭兵 已经不像去年跟前年这两年那么多了 就是好像如果有天加入黑道 当你没有利用架子被做掉 都没有可能被灭口的一个状况 严教授跟你请教一下 美国好像这段时间 从地面作战的时候 一路跟库德族并肩作战 好像现在也比较 把心转到土耳其那边去了 所以在对抗IS 是不是有出现一些 自己联军内里的矛盾 我觉得美国还是担心土耳其的走向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年 其实土耳其跟美国的关系不是那么好 那美国那个时候 包括在中东要 飞飞机的时候 都还不能从土耳其的基地来飞过来 都要从德国什么飞 那可是现在土耳其 因为要面对IS 造成的这些难民的问题也好 对它的边境造成的安全威胁 土耳其愿意跟美国配合了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空袭IS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 美国觉得说土耳其 毕竟他们是北约的盟国 那过去关系不好 但是还是有这个所谓的同盟关系在 所以从土耳其这边来进行空袭 这个叙利亚北部 那当然是容易的多 也比较方便一些 那过去当然美国是希望 靠着这个库德族来制衡IS 但是也发现因为库德族不仅是在伊拉克北部 东北部也在叙利亚的东北部 也在土耳其的南部的地方 那如果你今天造成了伊拉克这个库德族 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个体之后 那叙利亚的也会 土耳其的也会都希望加入这样一个新的库德国 那这个时候 就变成美国另外一个隐忧了 会是一个隐忧 就是会分裂到美国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跟土耳其关系不错 所以他还是得帮土耳其来降低这样的一个库德族 其实土耳其跟库德族 这本来就有些长期来的一些纠纷 对不对 现在反而之前靠着库德族 去打地面部队的美国 看到土耳其愿意跟美国站在一块了 是不是翻领翻得蛮快的 但是另外一个就不要忘记 这个鄂尔多根 这个土耳其总统确实是有一阵子 是朝着比较脱离世俗化政权的这个方向 过去土耳其 我们知道从凯末尔革命开始 其实土耳其已经不再是一个宗教国家 它是一个世俗的伊斯兰国 和最近几年我们看到鄂尔多根 他是一直想把土耳其又加多一些伊斯兰的色彩 那当然美国还是要有影响力 希望不要走这条路 所以如果美国跟他关系改善 说不定能够遏止他走向比较偏激或极端 伊斯兰这样的一个路线 其实从这个例子看得出来 美国终究是为自己的最大利益来做着想 所以台湾跟美国人打交道 所以可以从国际上面看到很多的例子在前面 不过我请教建华 因为土耳其对于过去的IS 这段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太大的一个积极的作为 不过最近动作是蛮多的 包括了空袭 包括了逮捕600多名的IS的嫌犯 参与美国轰炸等等 就单纯的只是刚才 燕老师所讲的 因为要难民的问题而已 就那么单纯吗 不完全是这样的 因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有两个原因 让土耳其没有非常积极来面对IS 第一个是他不知道说IS对他自己 这个国家安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美国在主导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 跟库德族有某种程度的合作 而库德族是土耳其的中央政府 一直是库德族是一个类似一个准的敌国 类似一个准的敌国 现在这一次会 所以他所谓的这个积极的参与的背景 是因为他南部的一个城镇 被一个自杀弹攻击之后 被炸死了32个人之后 他刚好师出有名 用我们台湾号叫做戒势戒端 他名着是在打击IS 其实他真正打击对象是库德族 我的角度绝对是这样 同时放一个好处给美国 说好 我的这个东南部的空军机器 我出借给你 你看代表我是跟盟国非常配合 让美国也没有话可说 而这个时候对美国来讲 他也相当程度的来降低了 他在地面的作战 或者是说远距的空战 他的一个作战的压力 所以对各方都有利 那土耳其他算得非常的清楚 你说的一时二两次 对于土耳其对美国 对于库德族来讲 就到处都没利 对到处都没利 最冤枉的人是我 没有错 所以他真正的说库德族可以说 从二战以后 库德族发展历史是非常悲惨的 这有点像这个 在这个外高家所的 被土耳其屠杀的这个国家 阿美尼亚 阿美尼亚 你到亚美尼亚去 你到叙利亚 都有亚美尼亚去 你就知道他们 对土耳其有多么的痛恨 你知道刚好 今年是亚美尼亚大屠杀 还是拜托 所以我觉得土耳其 还是还真担心 这个这个土耳其 人又会来攻他这里 然后又帮他们做个营造线 对他们的叙利亚 那也会有很多